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重要你要去上面的山坡上走 你会发现雪巴迪耶摩哈雪跟摩哈雪的土壤里面是红色的土壤 我常常在那边走着我都想说在这边种皮疗诺啊 那也是金氏绝伦啊 然后但它下面有很多的石灰岩 在这里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决定是种了Shadownail 所以做出来是非常非常的饱满 非常非常有层次感 好 这是高地 再往下面一点就是三块葡萄园 首先北边的叫做 就是欢迎私生子葡萄园 叫做 跟 人家的名字吧 不要怪 然后再往南一点有个叫 这一块的葡萄园呢 酒体就明显的跟 北边的这个 巴大摩哈雪的酒呢就有极大的不同 它比较淡 它比较柔 它比较哑 那 巴大摩哈雪还是沿着摩哈雪这种感觉 它很有层次 你要怎么说摩哈雪像什么呢 嗯 有点像一把很锋利的刀 但是它出窍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有多锋利 直到你把放一张纸在上面 这样拉一下 它就 啪 分开了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非常的透彻 非常清新 说实在话我也只喝过几次 因为它的数量实在太小了 雪巴丽耶 孟哈雪跟孟哈雪 如果今天有人带了一瓶打开的时候 你绝对不要在乎你的颜面问题 把旁边都拨开 把你的杯子涌往伸过去 让它倒入你的酒杯里 倒得越多越好 让你去感受一下这个 西式真酿的一个 风格的展现 孟哈雪如果是 名装出来的话 在国内最少一瓶可能要两三万块钱 是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价钱 是你买不到 因为它数量太小了 一般上评优客 我们下次见